女孩只是和男友去旅个友 没想到最后落得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但实际上她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因为她可以操纵毒蜂去攻击别人 曾经有一个大汉想要对她不利 最后却被那些马蜂给活活地折死 可这次他们要去的地方却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男友抱库尔因为刚刚成为猎人 本想通过这次狩猎做出点成绩 不曾想最后把自己的命也搭了进去 他们一行人刚到这片森林时 就发现了可怕的景象 一个男人死在那里 哪怕他的身边还有一把枪 却依然送了命 而且他的被捕还有三道巨大的伤口 很显然是遇到了强大的怪物 这让了他们一时无法决定是否要撤退 但似乎已经没有了退路 因为这时三只怪物出现在十里外 连马尔都被吓得逃走了 不过这三只怪物看起来不是太聪明的样子 抱库尔马上准备反击 他双手握拳念气顿时附着在他手上 接着用出了他七色弓箭中的赤色之剑 毫不犹豫地对着其中一只射了 被命中的怪物头上着火后便一命呜呼了 但他好像暂时不能射出第二击 于是几人开始不要命地奔跑起来 另外两只怪物自然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他们 但柔弱的彭斯因为跑得最慢 马上就要被他们追上了 这时一声大喝从他们身后传来 抱库尔此时已经蓄力完成 同时射出两件将怪物一波带走 可在这时森林中突然传出一连串的枪声 惨烈的一幕正在那里上演 一个心理变态的怪物正在杀人取乐 一条条生命在他手中流逝 而他也是越来越兴奋 躲在山头上的四人已经非常的恐惧 他们知道对这里的危险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就在这时远处天空又出现了异常 正是一群群飞行兵已在搬运着他们的货物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 也让他们的心掉入了谷底 于是他们准备展开自救 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女孩的蜜蜂 将这里的消息传递出去 联络到这里附近比较强大的猎人 虽然机会比较渺茫 但至少也是一份希望 就在他们商量下一步行动时 一只巨型怪物出现 其中一名同伴甚至没有任何的反应 就被怪物将头给打飞了 在他临死之前 他还好心提醒同伴们怪物来了 鲍库尔也是迅速做出反应 马上一箭射了出去 怪物也是一击毙命 可在悬崖下方一只硕大的蜘蛛 正快速爬了上来 他竟然拥有人脸并且还会说人话 显然要比刚才那只要更加的高级 而更让鲍库尔震惊的是 他射出最快的橙色之剑 却被对方轻易给接住 这怪物竟然可以看清他的面积攻击 并且连他身上的能量也一清二楚 蜘蛛也不管那么多对着鲍库尔又是一发 但被他给躲开了 可身后的另外一个哥们可没那么幸运 被蛛丝缠住后竟然直接被蜘蛛给射了 鲍库尔怒了 一箭射出后虽然被接住 但他的拳头可不会留情 此时疯狂地对蜘蛛进行殴打 这傻蜘蛛智商确实有点问题 手中握着的剑也不知道扔掉 就那样一直被他攻击 鲍库尔抓住时机响一箭两截蜘蛛 火辣的女人站在他的身后 他的那根毒刺看起来是那么的嫌疑 看来是蜘蛛的领导啊 随后他们带着中毒的鲍库尔离开了这 躲在草丛中的彭斯知道无法立敌 他只能快速地逃跑 在一处安全的地方将消息用逆风放了出去 之后他继续往森林外面跑去 但这里却是成了他的埋捕之地 一声突兀的枪声响起 正是那只变态的怪物 剑女孩倒下后他开始疯狂地补枪 直至他完全没有了动静 然后他缓缓地趴下了身子 最后女孩消失在了那黑暗森林中